大家好,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我是雨萱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李尚福已经被抓,张又霞是下个目标 党媒用芒果诗宣传杭州亚运会,遭到网友嘲讽 网红李佳琪因言论不当,舆论翻车 在进入话题之前,请您先点赞订阅 您的支持能帮助我们这个频道成长 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中共高级将领G203被抓,继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消失后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近两周去向不明 前中共海军中校姚城爆料,根据来自军方内部的消息 李尚福应该是被抓了,他预判张又霞恐承习近平的下一个剑拔 在中共军队凭遭习近平整肃之际,李尚福两周未现身 在网络上引起了各种猜测 李尚福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在8月29日 在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上,此后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11日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问到李尚福 发言人毛宁竟然说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 11日,姚城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说,李尚福肯定是被抓了,而且早有预兆 中央军委曾经发了一个通知,查2017年到现在的装备发展部采购情况 毫无疑问就是查李尚福在任时的装备购置情况 李尚福在装备系统工作多年 2017年9月,李尚福接替张又霞担任中央装备部部长 今年7月26日,中共军委发公告 要求相关人员举报自2017年10月以来 均被采购招标的腐败线索 自2017年以来这个时间点,明显就是查李尚福在任时的腐败线索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努尔本月8日在X平台上发帖调侃说 习主席的内阁现在就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 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然后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 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两周都没有公开露面 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 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习近平的内阁 美国的政府官员在过去很少谈论中共的内政 尤其伊曼努尔还是美国大使 但这次伊曼努尔却一反常态 以调侃的口吻说李尚福会赢得这场失业竞赛 他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信息 说明他认为李尚福很有可能已经出事了 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在新闻风火台分析 李尚福被查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在他之前火箭军已经被清洗 是跟腐败有关的 中共国防部发言人的讲话已经透露了 李尚福如果被查 有可能是和火箭军有直接的关系 也可能是在查腐败时牵连进来的 中共军队大的装备更新都归装备发展不管 所以经费是最组的 要贪腐也是最容易的 恒河说前一段时间 习近平跃跃欲试的要去打台湾 后来发现在装备方面跟清朝北洋水师差不多的水平 非常不满 所以要清查 总的来说习近平对军方是不信任 所以要查李尚福也是有可能的 军队贪腐要是影响到习近平武统排班的计划 习近平就会清查 姚成在X平台表示 李尚福应该是被抓了 李尚福是张又霞提拔的 习近平下一步动张又霞的可能性极大 大家最近也能看得出来张又霞很少说话 不排除张又霞对习近平有意见 9日明运人士谢万钧发文说 据传张又霞被带走调查 罪名不详 目前11名火箭军高级将领被双规 习近平认为军队对他阳奉阴违 非常害怕兵变 大剧员从可靠渠道得到消息说 习近平真的相信预言 他很怕死 预言里有拿着弓箭射的图片 他认为跟火箭是对应的 所以他把火箭军都撤掉抓起来了 在著名预言推背图的第46项中 其颂这样写道 有一军人身带弓 只言我是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弓 有一军人身带弓 只发动兵变的将领可能姓张 因为张子里有个弓 只言我是白头翁 反映这名将军可能是一位老人 在其猜测 预言中的军人似乎是指向73岁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张又霞和习近平是铁杆兄弟 熟悉共军的北京人士指出 习近平与张又霞不仅是同乡 更重要的是两家有深厚的世代交情 张又霞的父亲张宗勋 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 两人一个是司令员 一个是政委 建立了情同手足的革命感情 张又霞18岁参军 直至成为中共高级将领 他历死三朝 手握重兵 曾在政变危机之下迅速站队 帮助习近平稳定大局 二十大后 他以72岁的高龄 被习破格留任 在军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比 如今习近平这个铁哥们是否出事 目前只是一个传言 上代我们进一步观察 本月五日 日经亚洲开门爆料称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 虽然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在 但是以曾庆红为首的一批中共元老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向习近平公开发难 批评他搞垮中国经济 军队陷入混乱等等 就这些爆料 吕奥法学家袁洪斌认为 这是违背中国当前政治生态的说法 因为从中共十九大以后 中共的元老政治就已经寿终正寝了 到中共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皇帝 二十大上 习近平那样羞辱性的对待胡锦涛 实际上就是告诉全世界 以后中国不再有元老政治了 袁洪斌批评现在网上的一个很反常的动态 就是不断有人以中国的所谓异议人士的名义 吹捧江泽民时期 邓小平时期和所谓改革开放 仿佛江泽民时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 而习近平把中国带到了一个很黑暗的时期 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他说江泽民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 在江泽民时期不仅发生了21世纪 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个人权灾难 那就是对法轮功全面的大迫害 而且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所谓改革开放 那是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作为轴心 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 以对中国数亿农民工 奴工般血汗劳动几十年的剥夺 以对中国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 毁灭性开发利用 以这些作为条件而实行的市场经济模式 我把它叫做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模式 袁鸿斌说 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 显然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所以到了江泽民统治末期 中共政权实际上已经造成整个社会大溃烂 由国家权力腐败 导致社会道德的溃烂 所以江泽民时期 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充满希望的时期 亚运会将于9月23日至10月8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日前 中国党媒人民日报在官微发布宣传片时 引用了一首亡果诗 这首诗表达了对当权者的不满 网友嘲讽说 这是亡党的征兆 周一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宣传杭州亚运会的视频 题为跟着课文看杭州 一起感受杭州之美 时长1分33秒 视频中出现多篇收录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 描写杭州的诗歌以及文章 其中一首诗是南宋诗人林申写的提林安邸 诗中写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即是修 暖风勋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做变州 这首诗创作于北宋王国之后 作者通过对杭州美景的描写 表达对当政者 不思收复中原失地 只求苟且偏安 一味纵情声色的奋机 以及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多家官媒纷纷转发了这则视频 让外界看得目瞪口呆 不知道党内究竟出了什么事 似乎中共内部有人造反 中国网友更贴嘲讽说 没想到人民日报的文化水平这么低 想不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在做宣传工作 相关截图传到海外社交平台X后 海外网友也纷纷调侃 这是网党的好事啊 官媒齐唱网党曲 西湖歌舞舞几事休 目前人民日报已经删除 相关视频及贴文 近日中国网红李佳琪 在一场直播带货节目中 有网友说商品太贵 李佳琪回复说 是网友工作不努力 导致薪水低 他的言论引发网友热议 甚至中共官媒也发文谴责 分析人士认为 这起事件凸显了中国青年 失业严重 经济紧缩 民众不敢消费的艰难现状 而中国媒体的介入 是企图把网红当作 民怨沸腾的替罪羊 本月10日 李佳琪在为美妆品牌 花西子直播带货时 网友纷纷在谈目里吐槽 一根美笔定价79元太贵 李佳琪却反驳说 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好不好 此言一出引发舆论反弹 不少网友表示 不是没有认真工作 而是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这是现代版核不食肉迷 也有网友说 普通人挣钱真的很辛苦 不像网红来钱这么快 李佳琪迅速在微博发文道歉 甚至还在直播间落泪诉苦 但是他的支持者仍然急剧下滑 自他周日发表评论以来 他在微博上的粉丝数量已减少了110万 李佳琪事件愈演愈烈 连官媒央视网也发文谴责 称所有行当都离不开柴米油盐 精打细算的普通人 一旦飘了 脱离了普通民众 就等于自杂饭碗 纽约评论员李林一分析 为何这件事情引发了这么大的后效应 以至于中共官媒也介入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 中国普通民众生活质量 也在渐渐下降 民间本来就怨气从生 李佳琪事件给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 或者说引发了民间对困苦生活的共鸣 所以才闹得这么大 中共并不是不知道这点 他们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带风向 把矛头完全指向这些带货主播 帮助民间发泄怨气 以逃脱自身把经济搞得很差的责任 但是从中共角度说 也不敢把事情闹得太大 不然又要开始担心政权不稳了 根据上海政权报报道 中国网络主播年度净收入百强榜中 李佳琪以年度净收入18.6亿元排名第一 年收入超过大部分上市公司的业绩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